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郭子怡 但要论最居功之伪的头号名将 郭子怡却要靠边斩 最实力担当的 即是李光碧 本来只需看看南宋曾经的各类史料 这个答案自身就没有争议 在唐宋年代许多专业史家言里 李光碧有着强壮的影响力和至高的位置 甚至宋朝人在评选历代名将时 更将李光碧单列出来 与韩谢卫青等人享受平等的待遇 直到明朝中后期演绎小说大兴 郭子怡在各路别史里频频出风头 才叫李光碧的身份越发矮化 可是这一切 李光碧生前并不知道 信任即使他知道 也不会在意 这位圣堂第一名 江王中寺的高徒 契丹族将门世家出生的硬汉 终身的信仰 都是如此单纯 不计较自个 功利得失 只求为国欲倦 甚至假使他是个考究四个功利的人物 安使国难将战时 第一个挺身而出的 也绝不可能是他 事实上 当安禄山汉然与其造反时 李光碧还只是各京城无关 假如只想自家富有 彻底就可以脚底抹牛开流 可是他却大方受命 带领五千男儿奔赴河北 出手就给了安禄山沉重冲击 专心想着要攻击长安的安禄山 背面被李光碧连番重拳打晕 河北多半郡县全被李光碧拿下 眼看安禄山老巢不保 假如没有他这一般黑马般的体现 丰横的安禄山马队 极有可能在唐王朝复不及房间拿下长安 全部大唐甚至我国的前十 恐怕就要改写 而在长安 由于唐玄宗的瞎指挥轮王后 大好战局突然反转 唐宗宗在领五的七封苦语中极尾 其实许多人都欺然确定唐王朝恐怕撑不住了 但仍然仍是李光碧 再次带着一只孤军奔赴太原 上演了我国战役史上 又一大奇观 硬是死扛十倍 于自个的安史叛军 守住了大唐王朝的门户太原 保住了大唐反击的生命线 在战事最白热化的时间 他把自个的掌子建在城头 让每一个战士都看到自个正在浴血 全军士气爆满 总算挺过这绝第一战 岌岌可危的大唐 使靠李光碧闯过了存亡一线 而真正奠定他无与伦比工业的 更有七百五十八年的河阳大战 面临安史叛军压乡邸的精锐 还有叛军主帅史思明亲身压阵 李光碧怀然相向 他带领的部队 都是各个战场溃退下来的溃兵 但他的兵营却成了大熔炉 捉摸耸包的熔马 只须到了他的麾下 即是热血满腔 李光碧部下立元非里构成的赶死队 硬是一气冲开了优势叛军的阵营 打开了成功之路 唐军吼叫吹杀 一向是唐军如草包的安史叛军 遭到了空前惨败 这场成功之后 李光碧在城墙之上 慎重向着唐朝皇帝方向叩拜 全军欢 争如雷 由于自此战后 或许还有许多场战斗 但安史叛军的精锐老底主力 已被李光碧消除 这场过难 全局奠定 是这个忠勇的男子 带领着摇摇欲坠的大唐荣行 闯过了存亡攸关的坎 拿花再生命的最终时间 安史战乱平定的前夜 受紧无害的李光碧掉任四周 却仍然在尘科缠身的情况下抱病上马 平定本地叛乱 在部将们的泪眼婆娑中 为大唐流尽最终的血 七百六十三年 五十七岁的李光碧病故兵营 一向尖刻对待李光碧的唐王朝 这才想起盛大悼念 赐予嗜好五目 这是后来的大英雄岳飞 也曾享有的待遇 但所有人都理解 李光碧当得起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这次是《大唐流尽》 《大唐流尽》 《大唐流尽》 《大唐流尽》